校园在报歧视争议 这是府人大学原名学生被以猴子戏称 升学优待政策也成为匿名网友们的地狱梗 而过去政大也发生学生用歧视言论开族群玩笑 当时还造成不小风波 甚至让酝酿中的反族群歧视法备受讨论 没想到时隔一年事件再度重演 这部法案有进展了吗 是不是要制定反族群歧视法 或者是要制定族群平等法 因为在目前行政院的政务员的方向 是要制定族群平等法 但是他们的草案到现在也还没有送来 他不是不知道不能歧视 他知道不能不应该歧视 但是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法则 反族群歧视法现在各界人没有达到共识 也缺了政院的版本 导致法案现在迟迟无法推动 但现阶段要怎么避免歧视事件发生 现在各界倡议的族群主流化怎么做就成了关键 当我们在推动族群主流化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让我们所有的各部会各局处 他也都能够有所谓的原住民族的职员在当中 那因为呢我们所有的事务还是要回归到 我们要面对的是我们的一般的老百姓 但目前族群主流化仍碰上关卡 那就是多数行政单位往往会将原住民族独立出来 像是各地方政府原民局处 学校管理单位中的原资中心等等 而这样是否造成族群间越隔越远 以这些辅大争议来看 吴立华认为学校责物旁贷 为什么他会使用猴子这样的字眼 那学校要去好好的思考 是否让我们其他的非原住民学生落入一个刻板印象 反正学校只要有外宾来 就是他们去表演 学校如何让原民文化升职学生心中 还是某些方式让族群间的繁离越见越多 吴立华表示从这次事件看到 其实每个行政机关都要重新思考族群主流化落实的状况 族群主流化的推动仍在找出合适的方式 至于在法制方面 吴立华办公室预计在这个会期推出族群平等法 将其事行为制定明确定义及规范 有时新闻阿斯伯罗六养立法院采访报导